你愿意的 就告诉我 温柔点 还是 我说服 小雨药 你看你穿着裤子吧你 有什么事了 卫生我的卫生 我顺大小姐 你就算是听说卫生要回国 你也不至于梦里梦的都是她呀 哎 药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看你有点粗 彼此彼此 大半夜 抢卫生签名了 不是你啊 一大早饶我轻 哎 我那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呢 是你那个面都没有见过的未婚夫啊 给你一份 傅以泽 一年前就跟沈欣柔勾搭在一起啊 沈欣柔 好耳熟的名字 就是那个为了加县 把乌区们改得一塌糊涂的那个死绿茶 你要是赶给傅以泽结婚 我就跟你绝交了 我才不会嫁给他呢 你傅爷爷对我那是有挡子弹的救命恩情啊 最大的遗愿就是咱们两家结因 我不能让他死不瞑目 你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我不结 我可听说了 傅以泽最喜欢青春小白花 楚楚可怜那一类的 哎 你别说 你长得倒是挺符合他审配标准的 你可别瞎说 晦气 哎 那个傅以泽今晚在哪 夜生酒吧 听说他们圈子以为大佬刚回国 他们组了个酒局 你问这个干嘛呀 婚约是爷爷签订的 不过呢 有洞提出去小婚也好办 这怎么可能 两家联姻可是傅爷爷的营院啊 既然傅以泽喜欢青春小白花 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今晚辣翻他逼他 我的大明星 你可悠着点 你别玩脱了 放心吧 我低毒打几可不是白叫的 还没有掌控不领合能力 五个五 六个一 你敢看我傅女子 没有 喝酒 这假的 还喝 傅总 临时有个电话会议 傅总干回国 自然有事要忙 不碍事 傅总坐 坐 二叔 这匪子到底说 傅文山今天真的回来了 我听说 这三年前 傅氏被六大集团合伙抵制 差点破产了 没想到他刚一伤位没多久 就凭一己之力立马狂乱 这可是个厉害人物 是 老爷子现在走了 从今天开始 你别在乎了 公司的事 要适当接受 二叔 我有事 我先出去 喂 新手 怎么了 喂 一泽哥哥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那部戏的主演 还没定下来吗 要是戏 听他们说 那个孤岛特别古板 而且对演员又磕磕 王小阿发你了 傅家作夫一向低调 傅一则照片也没多少留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人群中最帅的那个 就是他 人群中最帅 我给傅总安排的美女 这么快就到了 我可是听说 咱们傅总 向来是不惊女色呀 该知 果然是他 给傅总安排的 傅总 还满意吗 我 满不满意 事故才知道 傅总的心 跳得好快啊 做什么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我想做什么 傅总还不知道吗 今晚 要留下我吗 好啊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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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副总的见面礼物 所以你的见面礼物就是头怀送抱 那头怀送抱 那也是副总肯抱才行吧 不行不行不能被诱过 没反应不行这个婚纪也退订了 怎么 害怕呢 我害怕什么 我只是 想帮副总整理一下衣服 你确定 副总房间已经开好了房卡已经送到顶层了 那我们走吧 副总那你先忙 我们走吧 副总 居然玩这么大 疼 再不松手我咬你 这么回事 再不脱身就要搭进去了 绷缸 这个姿势不太舒服 要不你换一个 听你的 等会你别这么心急吗 先去洗个澡 我等你啊 什么事 谢谢你 好的 感谢您 臭渣男 这么随便就跟人开房 幸好没定业的话 老板婚姻果然不考古 差一点 我的遗失英明就毁了 姜小姐已经到家了 工作室安排了几个配音合作项目 已经发您邮箱了 虽然你已经退营两年了 但是微神的名号在圈里 还是很响亮的 知道了 哎 副总 姜小姐虽然没见过你 但是你的声音都没认出来吗 你说完了吗 副总您早点休息 我还多了 鱼杨啊 孤岛的新戏开始筹备了 我帮你争取到了女三号的试镜 这两天呢 你好好看看剧本 后天呢 我带你参加那个 旧宫雀的投资方的饭局啊 孤岛的新戏吗 鱼杰我爱你 喂 这战况如何 副一泽是不是被你撂得烦死了 为了他那个清纯妹妹 取消会约了 你可别提了 要不是我跑得快 我差点连自己都打进去 这么刺激啊 一两晚上干什么啊 哎 傅一泽长得怎么样 帅不帅 高不高 男生才怎么样 快说快说 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我的内心可是受到了重创 你少磨磨叽叽的 你再不说 我这是挂蝶里的渣 可就要黑话了 这个傅一泽 身材不错 长相也不好 关键是 又怎么了 那个那个那个卫生给我发消息了 我我不跟你说了 哎这样一样 不说了晚安好 那我拜拜下次再聊 三天了 都没有等到你的晚安 不是吧 啊 卫生居然在等我的消息 你幻想过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我为什么要想你啊 有想过 要见面吗 见面 虽然咱们认识两年了 但我对你是一个 很纯洁的欣赏 我只是简单的 缠你的声音而已 我尊重你的笑话 今晚 有一个想象的内容 你等我一下 好了 我家样样真漂亮 这次的这个机会啊 你要记住啊 是我托了很多很多朋友才要到的 所以说你一定一定要加油 顾倒的戏啊 她的女三号 比别的戏的女一号还要有质量 我知道 吕姐对我最好了 我家样样 我不宠谁宠啊 但是呢 这种酒局你不喜欢 可是这一次里边都是旧工序的投资商 忍一忍 你也不想以后圈里查无此人吧 余姐放心 我一定好好把握机会 让他们都记住我 加油 没有没有 你喝你喝 程总讨厌 仗着自己酒量好 欺负人家不会喝酒 我欺负你了吗 还会哪里欺负你了 张总 喝一杯吧 好说 一样姐姐来了 还以为姐姐不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呢 原来是高档绿茶女 难怪能让制片方把处处磨了两年的剧本推翻重来 哪有 听说西柔妹妹也来了 当然要来一堵风采了 我还以为江大美人看不上这种酒局呢 怎么 知道孤岛要筹备新戏了 思意巴巴的赶来了 你不是吗 芊芊 程总还在呢 别这样跟羽杨姐姐说话 江小姐 果然如传闻一般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公粉黛 无颜色呀 江小姐 能够被程总这样夸赞 你可是现场的第一位啊 还不快敬程总一杯酒 多谢程总 来 来 干杯 顾刀索文字 难道是陈宁颤诺测评单毒素的语 副爷 刚喝酒 可没什么意思 副总 江小姐来了 江小姐的经纪人最近拿下了一部剧的试镜 江小姐应该是不好剧 江小姐 哪个江小姐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看到我们副爷紧张一个女的 继续说 听试音声说江小姐刚进去就被逼着进去 一年 大多是投资方和你 什么 哎 能让你这么上心 那个江小姐到底有多大魅力 几个暴发货 就不劳烦副总出面了 我去保证你的心上人 一根头发丝 你为什么 哎 像 你倒会疼人 老金 我就带句话 他们谁敢逼江小姐喝酒 我就把谁丢进大西洋 喂鲨鱼 我滚 重色轻诱 江小姐 干了这杯酒 程总的面子不可能不给吧 呦 江小姐好酒量啊 我再敬你呗 一杯酒而已 江小姐这么不愿意吗 啊 程总 姐姐心思单纯 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这杯酒 我踢去结合 江小姐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程总 可是这帝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多少一线女演员 巴不得陪上这一位 打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江小姐 难不成 你还要拱手让人 柯尔姐姐都在呢 怎么好意思跟他们抢了 哎 角色都还没定呢 哪有什么抢不抢的 再好怎样是愿意啊 女号 飞调水 啊 程总 对姐姐可真好 就连带来的酒 都是从国外进来的 钻石福特家呢 还当自己是众生捧月的宝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 现在是什么行情 张总 程总 您别生气 姐姐的酒 我替他喝 放眼什么帝都 无论父亲 还有谁敢不喝我敬的酒 程总说笑了 我喝 江小姐 今天晚上有好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这么威风 哎呦 喝了两口马尿 就把架子摆到夜深了 谁啊 这么漂亮 难怪傅文身能老 哎呦 陆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我听说 江小姐今天赏脸来的夜深 特意过来打声招呼 我 难道是你姐找的旧场的 陆总 认识江小姐 江小姐不想喝就不喝 你们谁要赶在我的地盘 玩威逼的套路 以后就别想在夜深困 人 陈总 陈总 应该没什么意思 啊 没没没 陆总从哪里 这都是误会 误会 陆总慢走 慢点啊 那我就先失陪了 不打扰各位的养性了 陈总 留步 难得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不如坐下 好好聊 长颜 这是从哪找的人 这是 行情再差 也不至于这么鸡不得食吧 这点好 快 爱死 等我了下不已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付出费 刚才多谢陆总 这就不必了 我也是受人所托 不过江小姐 你要想要什么资源 直接跟我们副总说不就好了 何必委屈自己 跟这种人扯皮 负责 他不是沈心柔的男朋友吗 为什么要帮我 难道是看在江家的面子上 多谢陆总 我以后一定都在小心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也该走了 江小姐随意 陆总您慢走 下次有机会 我当面信你 不对 这就不对劲 你快走 你快走 妈 他刷了 知道 他一个劲儿 怎么能盘得上陆景言 陆总 你放心 估计这会儿要笑 别怕坐 他怎么样 放心 人已经安全送走了 不过 不过 你那个小女友 果然是惊为天人 陆景言 我们 还没什么 以你的能力 他想要什么资源没有 干嘛还有委屈去应酬 我倒是想 我倒是想给 哦 懂了 还没得到江小姐的心 所以 欲擒故作 先温水煮青蛙 是咱副总的行事作风 陈总 我就在这儿替您守着 您玩的 尽兴 宝贤 还没老子玩不到 你看 小宝贝 老子来了 哈哈 在哪 小宝贝 哈哈 你在这儿啊 哎 姐 姐 我 我好像不想要了 在这儿啊 哈哈哈哈 哎 啊 我看见你了 你在这里 啊 小宝贝 你还在我 雨景 救我 我好像被下药了 在洗手间 不走 干什么事 事办得真不懂 到底什么事啊 我亲爱看到江小姐离开的呀 亲爱的 你先别急 别急只是个误会 我不管是不是误会 现在马上派人排查夜深所有的卫生间 凡是成音包厢的 一个都不去放话 小宝贝 我来了 哈哈哈哈 别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哈哈 往哪儿走啊 你给我回来 不要 小宝贝 我来了 哈哈 陆景元 怎么就不能伺候我呢 小宝贝 你让你好好唱老子的厉害 哈哈哈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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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别误会 是这个这人先控于我的 可以死 副总 让人让我吧 让人让我吧 小宝贝 小宝贝 就是药剑 他不知道当了你的手 芽芽 快醒醒 围绳的声音 是你来救我了 不对 围绳怎么可能会来这里 芽芽 你怎么样 头好晕 好热 好难受 四早 医院那边已经联系了 苏医生还有15分钟后就会打到 你跟他说 10分钟之内倒不了的话 以后就不知道 是 你 你长得好好看 多少钱一晚上 你好香啊 像山茶花 甜甜的 姜云 你给我清醒一点 我很清醒 你还挺有料 姐姐包养你啊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嗯 知道啊 还要多久 马上还差一个路口就到了 嗯 嗯 嗯 哎呦 嗯 你 你技术行不行 这别是空有疲劳 胸口不就命 是疲劳 对啊 是疲劳啊 小燕 你最后记得你今天晚上干的什么 什么 体验不好 我可是不会给钱的 不对 体验感不好 你还得赔我钱的 哎 嗯 好热啊 马上再去 送个学生 我不走 我还没消费 我有钱 换年单身狗 也有女朋友了 赶紧去 放心吧 再过五个小时 基本上就能恢复清醒了 至于 他脚腕上的扭伤 我已经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 好好休息几天就好了 那就好 这么久没见 你怎么也使用这种下三浪的手法 明天早上给自己挂一个清神科的号 江雨昂 伤害过你的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错了 我不该没完成任务 还连累江小姐 为了将功补过 我打听到了江小姐这次世戏 是为了顾导演的新戏 旧宫阙的女三号 这么大动静就为了一个女三号 顾峰导演多大的人物你也知道 吸引十年再度出山 多少演员抢炮头都想得到出镜的机会 你去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可以出比成瘾高十倍的投资 前提是让江雨昂得到他想要的角色 傅爷牛啊 追女孩方面我还得向你学习 再帮我一个忙 你说 把嘴闭上滚蛋 头疼 脚也疼 昨晚是被人揍了一顿吗 江小姐你醒了 医院 送我来医院的余解呢 什么余解 昨晚是你们家副总送你来的 什么 副总送我来的 你吃的药含有激素 产生记忆混乱是正常的 这样啊 难怪昨晚好像听到威慎的声音了 果然是换题 不行 今天我就得弄清这个联姻对象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我帮你把药上了 那个小姐姐 可不可以让傅总来帮我上药啊 傅总现在应该在忙 可能没时间 那好吧 我不忙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傅总 那您来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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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帮一下吧 解开 这个傅乙泽的圣线也好让人心动啊 绣扣 解开 不知道卫神会不会和他一样帅啊 小小姐 啊 哦 解构子 你干什么 这 这是医院 左脚是吧 哦 嗯 对 疼 你就不能轻一点吗 害怕了 我害怕什么 我只是 想帮傅总整理一下衣服 你这是干什么 看不到的话 会好一点 他竟然真的帮我涂药 他不是跟沈心柔打得正火热吗 还挺舒服 还疼吗 怎么换人了 你男朋友状态好像不太对 让我来帮忙换个药 哦 查清楚他们怎么拿到那种药 然后报警处理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懂了 顾导那边已经联系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知道了 早餐买好了 送进去吧 这是副总可以为你准备的早餐 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平云下的中和点心 难道这也是渣男必备技能 谢谢啊 不管了 先填饱肚子再说 江雨漾 做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吗 还有心情在这吃 我给你发消息了 你是不是没看到啊 你给我发消息 自己看 哪个 嗯 全是我的信息 那我发给谁了 发给微神了 完了 最喜欢的微神 半夜收到我的发布语音 啊 我不活了 你感觉怎么样 要是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其他资深的专家 不用了 我没事 那既然副总都来了 干脆我们今天一次性把话说清楚 这样对我们三个都好 你说什么 三个人 江家和副家已经联姻了 副总还和沈心柔打得热火朝天 既然如此 好就好散吧 江小姐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知道你是傅一泽 知道你喜欢沈心柔那样清纯的 我才故意招惹你 好让你退婚 我不是傅一泽 你认错人了 渣男经典语录 我不是 我没有 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如果我不是傅一泽 江小姐不如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 你电视剧看多了呀 那你要是傅一泽呢 如你所愿 取消婚约 行 身份证 一看便知 我先走了 你先别走啊 把身份证留下 江小姐放心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以泽哥哥 听说 富士也参与了救公雀的投资 明天我就要去试戏了 乖 别担心 这件事啊 我回去跟我二叔说 这个女主角 非你莫属 我就知道 以泽哥哥对我最好 二叔 听说咱们富士最近投资了 顾导的新电影 正好我女朋友沈心柔 刚好想要试这部戏 能不能帮忙 打个招呼啊 报死的江小姐都没能指定角色 以泽少爷在小屁时 咱们和江家的联姻还没有解除 你就敢出去交女朋友 你这样是想打你爷爷的脸 还是整个富家的脸 叔 你不提这事我都忘了 这多少年过去了 说不定江家也就忘了呢 这个事没必要当真吧 也是啊 那这样吧 回头我带你去江家解除联姻 啊 嗯 就这周吧 哦 嗯 整体OK的 余姐放心 这次试戏 我一定把握好机会 让导演都记住我的 那女三的词都被熟了吗 放心 都在这儿 不愧是明道 气场够强啊 绑上了陆氏集团的陆总 就是不一样 大老远就闻到了狐狸听的骚耳 真贵钱 听说陆总为了他 还把先前最大的投资方送进橘子了 陈欣荣 准备上台 开始吧 八年轻 不凶获罪 先低下来 停停停停停 我要的是善于伪装不露声色的女主 不是你这样叫柔造作的女主 导演我刚才太紧张的 我可以再来一遍的 下去 不要耽误的时间 连沈星柔都被顾导赶下来了 他凭什么 他一个世纪女三号的人 肯定和你一样 记不住你一号的台词 等着看他出城吧 下一个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开始我的表演 八年前 父兄和父皇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公圈可以这样 二三四五 八九十公圈 下去 下去 答应我还没演完呢 下去 下去 就你 我 你上来试试 女一号是戏 你这样 演一段女主送男主 这么一段戏啊 没有剧本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管不了那么多了 江雨一 拿出你的职业素养来 一定把二号追自己机会 副总来了 其他人都出去吧 江小姐留下 我知道副总要来 有试验营啊 哦 我刚好路过 顺便过来看一眼 顺便 啊 那个 副总方不方便 跟江小姐搭一场 副总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江小姐送她爱的人走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顾到开口了 我是没什么意见 只是不知道江小姐 愿不愿意 能和副总搭戏 是我三生有幸 开始吧 公子 不知何事才能再相见了 好 好啊 这个故事 我写了十年了 江小姐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晚些时候 公司会把女一号的合同 发给你的经纪人 江小姐 期待我们的初次合作啊 好 谢谢导演 谢谢各位老师 也谢谢副总 帮我搭信 多是一家人 我需要说谢谢 什么一家人 你脑子摔坏了吧 这么快就忘了 什么 说好内神相许 顾到 要不咱们再学一学 据我所知 江小姐在网上的风评 不太好 现在的网络环境 轻易就能操控舆论 真真假假 谁分得清楚啊 况且 副总选中的人 不会错的 走吧 呃 那个 副总 江小姐 你们慢慢聊 合同的事 咱们晚些再说啊 今天来本来是想着和江小姐聊聊 解除联姻的事情 既然江小姐不想聊的话 不是 怎么会呢 是副总太帅气了 我是被帅到 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了呢 明天我会去拜访江老爷子 江小姐一直不相信的事 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所以希望江小姐到时候 能记得自己答应的赌约 放心 到时候也行 啊 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是第二次投怀送报了吧 真不错 看来我们的大明星 扭葫芦打紧 终于要黑化 大杀四方了 不仅如此 听说旧宫去的男主 会找港圈谋影帝 如果他们可以请到威神 那我的职业生涯就圆满了 狗富贵 莫相忘 诶 你跟威神见面的时候 记得介绍我一起啊 八字都没一片呢 我们晚上看电影见 明天我要回一趟江城 我要狠狠撕开 负一则那张丑恶的渣男嘴脸 别动 别动我的棋 爷爷把棋摆在这儿 不就是为了给我下的吗 你看你向下棋的样子吗 分明是和傅家商量好了 特意来赌我的吗 我跟你说 我都调查清楚了 这费一则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我想陪您到百岁吗 不想结婚 胡闹 你不结婚 啊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习总没错吧 是不是啊 就别给我添乱了 哎 好了 你就自己下棋吧 我先回房 不烦你了 老爷子 你是 纹身吧 一转眼镜长这么大了 你母亲还好吗 一切都好 将爷 这是我母亲 托我给您带的一些古文 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说有时间 咱们一起切磋棋 老了 棋都快比不上我家小孙儿了 这小丫头 顾不给我设陷阱 爸 我来玩了 这是 这是以泽吧 小和 快叫亚亚下来 大小姐 傅家来人了 您的乐观夫也在呢 老爷 让您下去呢 我知道了 我算给你 傅一泽 我现在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换给你的身份 怎么多了一个人 这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是谁 难道他才是傅一泽 杨阳 还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 这 就是我给你常说的 以泽 哈喽 什么 这人是傅一泽 我不是傅一泽 你认错人吗 我溜的人又是谁啊 那 这位是 这 这 这也是你的长辈 长辈 样样和以泽是同辈 虽然年龄和纹身差不多 但是按着辈分算起来 确实是属于长辈 快过来 叫二叔 原来他是费泽的二叔 我居然撂了淋漠被叫二叔 快过来呀 你这孩子 快叫 二 二叔好 语言看起来 好像很紧张 没有啊 二叔您坐呀 您坐您坐 哎呀呀 今天怎么这么拘谨 我听纹身说 你们不是以前见过很多次 语言可能是没想到 纹身啊 的确是年轻勇为啊 李泽现在是不是也在傅氏集团工作啊 傅宏啊 以后公司的事 你就省心多了 嘿 李泽没有纹身一半的工作难力 不过他母亲也就放心了 两家联姻 是你父亲的意愿 不过吧 孩子们都不认可 那 这衣衣 就去笑了吧 好可惜啊 我一直都想要个女儿 哎 不如 我们给样样包个大红包 任她做干女儿吧 样样 你觉得呢 和傅爷爷做兄妹 那和傅恩上不就真成了 我不行 你这这都不行 啊 我的意思是 这可能不太合适 这亲上加亲的 有什么不合适 合适 现在联姻不是刚取消吗 以泽和宇漾都变成兄妹了 传出去的话 难免会让人多想 而且宇漾 作为公众人物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的话 就得不偿失了 她还挺没有偿向 我是说的对 样样 就在地固 人做干女儿的事 以后在意吧 啊 对对对 那个 我去给大家切点水果 那个 你们慢聊 慢聊 果然吓到了 是以后这些事情 林初 我今天要是被吓死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都怪你的假情报 害我一直撩的 都是傅以泽的二叔 天哪 真的假的 傅文生 什么傅文生 傅以泽的 可这就我是个小丑 啊 我老脸都被丢尽了 哦 我想起来了 好像上次的饭局 就是特意为她准备的 哎呀 管她呢 关键人家有钱 长得又帅 就算聊错了 你也不吃亏呀 这根本不是帅不帅的问题好吗 是我爷爷让我喊他二叔 二叔 这是伦理问题 你懂不懂啊 那不就是缘分吗 我可听说啊 这位富家的掌门人 禁欲自持 帅如神 不如就这样 神奇自然 拿下头 哇 才刚取消联姻 不太好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喂喂 样宝 你怎么会说话啊 你听我的准没错 把他拉下神坛 睡到他 你的人生就圆满了 死了 没脸见人了 还我 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或者换种说法 这样也能满足我想要的圆满 二叔 你说什么呢 咱们说好的以身相许 怎么 江小姐想要返回吗 是 是我家 你想干什么 叫以身相许的男人二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在欲擒故纵 我就是说着娃娃的 你怎么还当真啊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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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让您收拾收拾 等一下送您回去了 我知道了 今天的事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所以 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 随便你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后面工作什么安排 啊 为了防止有人撩完就跑 所以提前确认下次见面的时间 你想什么呢 我的行程都是有隐私的 下次见面的话 看缘分吧 喂 玉姐 好想你啊 江雨漾 你又死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 我刚刚得到了消息 旧宫去的男主定了 是港圈的影帝梁修 这个项目有多重要 不用我再多强调了吧 梁修 那个年纪轻轻就拿了满官的影帝 真的是他啊 对 是他 还有 女二 是沈欣柔 他们团队有多作妖 不用我讲了吧 你千万要记住 后天到了现场 离他们远一点 不要让他抓住你把柄 放心吧 玉姐 我多聪明了 我比头还挺 行 别让我操心 有缘再见了 二叔 谁要做你二叔 这是我家 你想干什么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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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符文神 仗着自己长得帅 阴魂不散了 不知道 微神和他比 谁帅呢 大好消息 我最近接了一部新戏 男主角可是影帝梁修哦 而且男主后期需要配音 我把你的音频发给导演 他很满意 所以微神大大 你愿意接下这部戏的配音任务吗 所以是导演想要我 还是你想要我 这样说 也太容易惹人误会了 我还是导演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这是两种概念 如果我说 我心目中 男主角的声音只有你 你会答应吗 那我可以 这句话都只是表白了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表白 我刚刚表白了吗 这是作为女主角 对作品的艺术追求 我相信你 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你确定不要试试吗 那你撒个娇 又来 哥哥 为什么哥哥 我是真的很有诚意 想跟你合作 你答应我吗 好不好 我 我答应你 同时我也希望你 能好好考虑一下 关于我们线下见面的事情 线下又见面 没关系 我不着急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开机前两个月 不要再来这种地方 难道你想要 张雨一样 把你给压下去吗 那个贱梯子 不知道睡了多少男人 才睡到这个角色 就他那种货色 还真的以为自己要升咖了 放心 公司已经在拔他的黑料了 你现在赶紧把 傅仪泽给搞到手 只要搞到傅仕的资源 你以后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这点事都做不好 难怪被人抢角色 别忘了我交代你的事情 离那个沈欣柔远一点 还有 人家梁修是禁狱系的男生 别动不该有的念头 想什么呢 雨姐 梁修在我心中 是谁一样的存在 这点自知之明 我还是有的 是吗 出事了 雨姐 杨姐 你们快看热搜 看看 知名大道 新鲜海基 他们来就是 复制 互联网 没有记忆的吗 这才开机第一天 就有人卖黑恶搜 这是干什么呀 沈欣柔也上恶搜了 沈欣柔被抢角色 还安慰粉丝 他怎么有脸说的 这个角色明明是我自己争取的 我们在一个剧组 他这么做 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冷静点 我会想办法解决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调整你的状态 不要影响拍摄进度 副总 江小姐他们出事了 有人买热搜 说江小姐 不依靠金厨 抢了别人资源 他现在在哪 要记住 今天开机第一天 三体 先压热的 给我找最好的公关 陈队主 另外查清楚 背后到底什么人在搞鬼 可是这次热度太高了 山姐的话 恐怕会得再调整 那是公开 公开 哎呀 这不是我们的江大明星 说你的福 大伙刚开工 就收工了 正好大家都在呢 我给一个解释吗 顾导人呢 怎么 江一样 就算你再怎么习惯 和脱衣服解决力 也不应该把主意打开顾导 唐千千 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只见过两季 没想到 你这么忠心互主 你这个贱人 你胡说什么呀 清清 江一样也怪可怜的 沈欣柔 你在这做戏给谁看 真是和外界说的一样 做派和你的演技 一样的 够吧 是谁这么大腕 敢在片场闹事 以泽哥哥 以泽哥哥 哎呀 副总 您可算来了副总 您刚刚都听见他 他可都说什么 一个十八线的明星 居然敢欺负我们家心柔头上 是吧 没事的 沈心柔你能有什么事 没选上女一号就开始作妖 唯恐天下不乱 江一样 你怎么在这 你们两个认识 我想不及只是认识 你们你们难道 我不认识 我就是看到热搜了 做他自己的课 确实 为什么 我相信一样姐姐 沈欣柔 你就是太善良 江一样都抢了你的角色 你还帮不出来 沈欣柔 你现在成了大家心中可淋巴巴的受害 反应了吗 江一样 你就是一个被玩烂的puss 你就是一个被玩烂的puss 但你也不能发在这些 无辜的人身上吧 你说是不是啊 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一样 我还是劝你啊 乖乖给人家心楼道歉 要是这件事 对江爷爷知道 可不止上热搜 你怎么 谁敢 傅以泽你很威风吗 傅文山 他怎么 傅文山 傅氏集中的掌权人 傅以泽的二叔 傅总 江一样这种属性养花的米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子 你怎么这么想 你在哪 欣柔 欣柔 欣柔你快帮我说句话呀 你可别胡说 我们都相信语言 给你 语言 那样 我错了 我瞧了狗眼 你原谅我吧 语言 张北 这么多年 爷爷对你激情教导才可忘了 想不到 他竟然这么维护我 二叔 事情不是你 想要他 二叔 我们也是为了 一样姐姐着想 所以才好勤劝他的 沈欣柔 你在这假惺惺的 作态给谁看呢 刚刚叫我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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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和欣柔没有关系 全是我的问题 下次管好你 我不介意替你爸妈请 刚刚 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放心吧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这次的事不会被蠢囊往上 热搜上的新闻 我相信你 接下来 什么也不用多想 尽管去做自己想做的 你谢谢 明明什么都没做 怎么感觉这么幸福 感动 一定是我太感动了 副总 真的很感激您 是您让我切身的体会到 被人如此坚定的相信 原来这么幸福 但是 我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杨阳 你只要等着我就好了 不管是一百步还是九十九步 我都会用尽全力走到你的身边 难道我磨练了这么多年的剧本 就要这么放弃吗 好子这么甘心 顾导 你放 来 副总提议 要公开视镜片段 来降低娱乐 顾导你看这 就这么快 杨阳 快看热搜 封瓶你转了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快看快看 不是吧 我微博粉丝还涨了两百万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次公司的动作都是挺快的 早上黑你的那几个账号也都接到律师喊了 估计现在啊 正在写道歉信呢 初初初这次帮我的可能不是公司 是傅文山 什么 那谁他要说 我说什么来着 你俩就是天生注定的缘分 哎呀初初 我已经够苦恼的了 这样一来 我跟他俩就更说不清了 为什么非要说清楚呢 你该不会是真把威神当真命天子了吧 你俩就是连面都没见过的网友啊 不要那么认真吗 决定了 能贴他 你 看样子你今天心情不错 那当然 沉渊得雪 真相大白 明天剧足正常开心 当然痛快 既然样样这么开心 今天是不是要放松福利了 我可没你那么会讲故事 我是想问你 我们什么时候 线下见面 我要杀了江医生 都是那个贱人 让我的脸都掉剑了 让我成为月亮现在是笑话 啊 给我冷静一点 你是我的艺人 谁敢笑话你 花姐 我已经丢了 丢了 花姐 您帮帮我 您帮帮我 你帮我 不得消失 我才能回到以前的位置 放心 他蹦的 雨姐我好紧张啊 放心吧 他们都是来看凉影帝的 好了 去吧 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我去了 嗯 嗯 你好 好漂亮 谢谢 小秋年好 你要不要开始专 Nixon 嗨嗨哎 梁修哥 你是不是在这呢 还是不是那边了 你是谁啊 郭景高你别乱来啊 郑宇 梁修师兄 哎 傅爷 公司合同你还没签字呢 现在签不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许跟着我 师妹 已经队这么多遍了 还没背下来吗 没有 只是一会儿开拍了 托个心安 别紧张 你要相信导演 更要相信你的搭档 我呸 见了男人就发情了母狗 我看你还能得益多久 啊 可以了 田园老师就位来 十四场二敬第一次 准备 殿下 蒙宁申 您将臣妾带到京城 已经两月有余了 两个月 你这是在提醒本宫 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就一晚上 你就秀出了一个 腿粗嘴短的安蠢 这不是安蠢 是鹤 是鹤 太子殿下 您这是干什么 好看 好 可以 待会儿咱们再薄一条啊 孤导 这条还不行啊 陆文生 他来这儿干什么 副总 您怎么来片场的 快坐快坐 顺路 又 又顺路啊 顾导 上年纪了就不要那么辛苦 那边给大家买了好吃的了 今天就到这儿 好 副总请客 还好 我说怎么今天心不在焉 原来是小情人 快让人抢走了 陆金言 我警告你 管好你这张嘴 江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也没有很久吧 这位是 我是他 二叔 远房亲戚 小师妹 待会儿一起去吃晚饭吧 好啊 请不便对着明天的戏 我觉得刚刚啊 梁颖弟 多谢你对我侄女的照顾 你远远不吃晚饭 戏的事改天再说 再见 我吃晚饭 铁锅炖怎么样 吃烤鱼 吃铁锅炖吧 吃烤鱼 铁锅炖也有鱼 江爷爷现在想我想得起 可是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 他又是知道我刚 那个 今天不太方便吃饭 师兄我们明天再吃饭 我先走了 拜拜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高端点的渣男而已 没想到你用我爷爷威胁我 我对你太熟了 江小姐你说话负点责任 愁怀送抱的是你 说要以身相许的也是你 主动的一时都是江小姐 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这是 长斗冰茶 看样子 江小姐很喜欢 不是我喜欢 是我朋友喜欢 是江小姐喜欢的那一顿 她确实对我挺不一样的 但是 样样 上微博和旧公雀的主演互动一下 梁修主动爱他你了 发送 那是什么 怎么了 没事 我发个微博 谢谢师哥的鼓励 争取不给师哥拖后腿 这酒度数高 少喝一点 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 你只能是 沈小姐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梁修哥哥 人家 紧张的睡不着吗 你能给人家 讲讲剧本吗 沈小姐请自重啊 梁修哥哥 师兄 什么江湯要害 我不可以 我跟你说 只要我坚持向梁修师兄看起来 我闲鱼翻身就止日可待了 这哪是浅长 好眼还差不多 什么 没什么 服务员 再来一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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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梅心江湯 嗯 走 我 干嘛 我还没喝完 怎么到冰啥啊 小帅哥 又是你 上次就没来得及消费 这次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将语一样 我请你下次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 行吗 嗯 我 我帮你请好家了 明天好上休息 就当是 甜吗 赏你的 看在你长得这么帅的份上 要是微神跟你一样帅就好了 你的微神不会比我差的 你的微神不会比我差的 喝了酒就往人身上扑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微神 我好喜欢你 我好喜欢你 等我烧青了 我们再见面 好不好 啊 所以 你拒绝我说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个人 就是微神 微神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包了 那我亲你了 那我亲你了 我们该不会 啊 啊 这次就当是你欠我的 下次记得还 还 还什么 放心 我们什么都没做过 副总 陆总这天又派人过来 说是想和您谈谈西郊项目的投资 知道了 还有件事 江小姐尽早有场热送了 还是和盈利聊 怎么回事 应该是投资方公司想炒男女主 撤掉 统统撤掉 另外跟投资公司说 以后不许炒这种既没有意义 又没有营养的什么CP 是 回来 往非国账号的密码挖进来 好 江宇亚 你又背着我干了什么 记不得人的过来 啊 快看温博 快看温博 为什么文艺观子 不毛 喂 昨天喝酒了 啊 喝 一丢丢 心虚什么 昨天不都说了吗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收工之后放松一下吗 快 以后少喝酒 那你刚刚在干嘛呀 洗澡 又再洗澡啊 江宇亚 记得呼吸 呼吸 那我没有打扰到你吧 没有 你任何时候想打给我都可以的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 你为什么又重启那个账号 我记得你都两年没有登录过 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见面了吗 所以我想提前做好公开一切的准备 公开 公开什么 没什么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见面了吗 所以我想提前做好公开一切的准备 江小姐请大家喝咖啡吃零食了啊 好 谢谢江小姐 一直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我会让你后悔悄无沈心柔的 排行还顺利吗 江小姐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马上就要和卫生见面了 这次一定要把它彻底解决定 傅先生 之前是我弄错了灵姻对象 就冲动行事 我为这件事向您所造成的影响道歉 什么意思 但是呢 对方是我 您好像也不会吧 我呢 知道傅先生 无受有为 白领挑衣 从来没有被人拒绝过 但是 我真的已经有了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相伴一生的人 该不会是什么网恋对象吧 他怎么知道 不对 什么网恋对象 听起来好奇怪 什么网恋对象 我是公众人物 怎么可能会网恋 行了你不用狡辩了 我都知道了 你喝醉酒那天 已经全部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这个人嘴姐 你放心 不会有任何人 你疯了吗 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这些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总是缠着我不放 你有没有想过 你跟他连面都没有见 万一对方是一个 以论以欲 爱好特别的渣男 又或者是一个 年纪四十 不爱洗澡的流浪汉 你够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 就算你再嫉妒 也没有必要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诋毁你的情敌吧 哎 还有 我和别来找我了 免得别人误会 林阳老师 稍等一下 这边调一下设备 没事 不好意思 李漾姐姐 我刚刚看到副总一脸不高兴的走了 你们 吵架了吗 吵架 你想多了 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不不 看来是我误会了 李漾姐姐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 你主角 不愧是你主角 这几天怎么不见傅依族了 他人呢 小副总 还在处理公司的一些事 副总 那小姐落水了 哎 这边这边 快点 打了手打了手 没事吧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出现了啊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没事吧 副总 那样你没事吧 你工作人员是怎么做保护措施的 能不能干啊 二叔你 我不管你 一样姐姐 一样姐姐 我哪里做错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沈心柔 你有完没完 你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 天长有监控 杨杨 梁杨 有谁给我打电话 杨杨 梁杨 小哥哥 我好害怕 我 这人在干什么呀 你没人打理他 我都替他尴尬 凭什么人都围着你转 像个一样 都是你这个贱人 你 你一定 亲手毁了你 杨杨 杨杨 你怎么拍的 杨杨 你给我睡 我密码赶过来了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你不是说以后不会再来找我了吗 杨杨 杨杨 我知道 你还在为我二叔的事生气 你相信我 再等我一会儿 就我再副事干我脚竿 我们就不用再怕他们了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了 你让我再怎么等你 我被他欺负的时候你在哪 我被江源阳抢角色的时候 你又在哪 杨杨 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已经找到杨杨的力量 这次 他真的不会再站起来 再相信我一次 好吧 你自己回去吧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的话 我就立刻死到江源 无始 江源让你很讨厌我 话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不一定 那个傅文生有什么好怕的 没出现 明天要是再让我见到他 我就是 剩个红颜祸水 温神 今天怎么样 最近天凉了 要注意保暖 放心 我身体倍儿棒 一切都好 今天在剧组 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嗨 工作嘛 哪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 倒是遇到了不想见到的人 是 很讨厌的人吗 也不算吧 就是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都会想起丢人丢脸的事情 所以 并不讨厌 说什么 没什么 杨阳 好好照顾自己 有些事 以后你就知道了 今晚的月光 好美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星空了 哎呀 我很期待 跟前面会 我也是 抗男人上尾的剑 也被抢我的东西 二位都是圈内的人 应该比我更同 以江一样现在的势头 这可能 是能振翻娱乐圈的东西 商费 规矩我们都懂 这单 我只要买断 这个 五百万 你就疯了吧 只得点 这笔钱 买通你以后要 行 就这样 按照圈内的规矩 我会找人分四批把钱拿给你 将羽样继续给我盯着 如果有更好的料 钱不会少你的 都说红气养人 三个月不见 羽样姐姐的气色 可比以前年轻了不少 是吗 我看 鲜柔妹妹的气色 好像毕竟老了不少 年早都长细纹了 怎么了 鲜柔妹妹 上次的教训 还没让你整机心 这次又有什么得招啊 我只是羡慕羽样姐姐 有男朋友 有人等 不像我 忙得连轴转 连去趟医院的时间都没 什么男朋友 梁秀哥哥 你来了 我在和羽样姐姐 讨论 她的男朋友呢 梁秀哥哥 这是给我的杀青礼物吗 杀青快乐 你怎么了 你男朋友不知道 今天剧组杀青 没给你送花啊 羽样姐姐 你胡说什么 我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 又疯了 我们就随便聊聊嘛 听说今天杀青夜你不去 嗯 骗骗 我有话跟你说 沈小姐 麻烦你 这是 别再是兄弟兄的了 听着自己像个猴子似的 不许说了啊 好的 师兄 刚才你说什么 杀杀 你 单身吗 暂时 可能是 单身 真的 但很快就不是了 傅人生 你有完没完 昨天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傅人生 那个梁修分明就是对你动静不符 以后离他远一点 知道吧 傅总 梁修师兄是我的偶像 请你尊重 再说 我跟谁走的 今天你有什么关系 偶像 他是你偶像 那 那为什么呢 你这样对得起你那个想要相伴一生的网恋对象吗 闭嘴 什么玩意儿 别乱造我的绯闻啊 再说了 那人有几个偶像不是很正常吗 你凭什么替他指责我 你还有什么偶像 多谢有您的支持 好说好说 余姐 顾导 发生什么事了 小鱼啊 下部戏我想 你对梁修到底什么意思 哎 辛柔 你好歹做的样子 凡事别做那么绝 他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他什么都帮不了我 我听他说一句话 我都觉得恶心 明晚有个全盛营业的饭局 到时候我再带你去捂死捂死 我不想再陪男人了 辛柔啊 做这一行你不懂 如果没有一个伪定的操船 怎么行呢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照片发出去 我等不及了 我一定要亲眼看他身份灵力 放心 我会找个最合适的时机 到时候让他再也站不起来 我讲几句啊 终于这部片子杀青了 咱们感谢优秀的演员 江小姐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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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修师兄是我的偶像 请你尊重他 你说那个梁修他到底有什么 副总 梁修可是影帝啊 副总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江小姐 您的真实 您要是再这样 江小姐可能被别人抢走 贸然告诉我他只会跑得更快 那个梁修 他哪个公司的 长安营业 去跟他们商务团给他接戏 总之别让他闲着 接下来的半年 我不想再理不开 好的 回来 我让你现在去了 我去杀青燕 哎 副总 您是来见江小姐的吧 我身 打扰了 杨阳 你酒量不好要少喝酒 快 以后少喝酒 叔叔 好像为什么 谁说我酒量不好 干杯干杯 副总您先走吧 待会余姐会再见 真的吗 是啊 对 怎么走了啊 咱们继续来 酒量不好酒品又唱 谁给你的自信 敢喝这么多酒 你酒品才唱 开车 副总 好歹你也是帝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前天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 不太合适吧 你说什么 狗皮膏药 枪雨让你说话之前 能先动动脑子吗 怎么 我形容的不够贴切吗 那微神 微神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你也配合微神的 我告诉你啊 你全身上下夹起来 都不如微神的一根头发有魅力 好好开车 是 你生什么气啊 这不是你自找的 我现在就搭给卫神 告诉他你有多头衣 你干什么 哎 别抢 怎么你电话响了你听不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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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不用打了他不会接 算了 反正明天我们就要见面了 所以 你趁早死了这条星子 你怎么说那么肯定这些不是你的一厢情人 不是副总 咱到了 他肯定喜欢我 而且我们两个是天作之合 那我就祝你们俩情投意合 情比金尖 这就对了吗 不过你别会信 毕竟爱上不是你的错 完了完了 我竟然打了富士集团的总盖 我是啊 完了 不是副总 江小姐他这次真过分了 开你的车 他就是富文山 多少人闻着这边的风云人物 我打了他 我还有救吗 以我多年做编剧的经验 你有两个选择 一 放弃为审 嫁给富文山 当代的压债富人赎罪 二 退决 林初 隔行如隔山 我劝你还是赶紧辞职进场吧 干嘛 要我说你也别纠结了 正好两头砖 一面 献上个微神甜甜蜜蜜 一面可以继续跟富文山 打情骂跳啊 林初 我谢谢你啊 勾头军事 你还是赶紧洗洗睡吧 再见 我还没说完呢 怎么 总裁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便亲别人 臭流氓 还是我的微神 走开 给我在星罗湾买套别墅 星罗湾 那不是江小姐的小区吗 哦 我懂了 我也好喜欢 我的微神啊 江雨啊 你第一次见面 可千万别迟到了 其实 其实我就是被人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 今天我长这样 不要认错 可以 搞你 嗯 男人 男人 我 我 我 男人 阻挤 我 我 他 打 打 我 两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等待这一天 那个如新鲜鸯一样的孕 初不可及 若好像时刻不在我身边 给我鼓励 我终于可以 让自己如此坦然的 走到我身边 这些都是远远 今天怀孕了吗 不是这样 江小姐 没记错的话 这是江小姐第二次投怀踪报了吧 江小姐 江小姐 试一下吧 给你回答一下 到底是真的 没有的事 这些都是谣言 不是这样的 江小姐 没有的事 问一下吧 问声 江小姐 抱歉 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没事吧 给我一点时间解决 我送你去家 等等 傅文山 你 今天为什么会在这 我 刚好路过 跟踪我 不是我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小姐 让你冷静一点 别管我行吗 继续 多买几个热搜 往江羽样 私生活混乱方面 不愿意 江羽样啊 江羽样 当初敢让我给你做 那就该想 你也会有精品 这次 我绝对不会放的 请大家安静 这件事情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你们放心 江小姐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这样子在什么时候 都给你们确定交代了 初初 没有 现在这种时候 你在出现 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 对 您说一下吧 对呀 雨晴 你在哪呢 现在江小姐门口好多记者 样样 你现在人在哪 千万别回来 先想办法到朋友家住一下 等我把眼前的麻烦呢 解决掉了 再去找你啊 这几天就先住在我这儿 整个别墅区都有保安住手 那些记者过不来 不用 我自己来 你希望我怎么做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吧 对不起 旧工确才刚刚杀青 他们就来诽谤我 那些照片就是铁证 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在我这儿好好睡一觉吧 剩下的事交给我 对不起 是我没关护好 去联系各大娱乐公司压热度 我再给你一晚上时间 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傅先生 我们能见一面吗 很感谢这段时间您的照顾 傅家作为旧工确的投资商之一 确实帮了我们样样不少忙 样样是我喜欢的人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能好好的 我很清楚傅家在帝都的事里 也很明白 忤逆你傅文身是什么下场 你找我过来到底要说什么 实不相瞒 我就是想问一句 你们有钱人家 是不是都喜欢玩弄这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其实我真放不着跟你解释 但我对于样样是真心的 真心 我原本是没有资格跟你坐在这儿 但是样样是我一手带大的 如果有人敢伤害她 如果有人敢伤害她 我会用我的方式来解决 我本来是想 今天要说出真相的 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向她表白 真相 所以你到底是谁 姚姚 今天就不讲故事了 别走 别怕 不是 不是不是这样的 接电话呀 接电话呀 小悠 亲戚人给你来电话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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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姐 你没事吧 喂 养养 你现在怎么样 我跟你说 现在公司乱成一团糟 我们正在找新的公关团队 你不要担心啊 我跟你说 你就好好地待在副总身边 哪都不要去 听她安排 听见没 为什么我要听她的 你能不能让初初接我回去啊 我不想 喂 就算是不听我的 也要相信你的余姐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怕影响富士 你的顾虑太多了 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管 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 抱歉 副总 这次是我连累你了 这不是你的错 记得把药吃了 让呀 你还好吗 对不起 临时放了你的鸽子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最近的事我都看到了 我相信你 所以 请你好好调整自己 我不希望你 因为我 产生任何负担 哎呀 三天以后 我会在帝都开设 梅花落南山的线下活动 梅花落南山 为神的处女作 我的入坑作品 你来 我们一起面对好吗 一起面对 是什么意思 还有你说的线下活动 你要在粉丝面前现身了 有些话 我想面对面告诉你 可是事情还没有解决 如果这个时候被拍到 我参加你的线下活动 我怕会对你产生 不好的舆论影响 这些都不重要 交给我来处理 到时候 选择权交给你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相信我 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选择权 交给我 两年来 卫生从来没有向外界 透露过任何私人的信息 这次 为什么突然有一场线下活动呢 难道是因为 我 我需要考虑一下 副总 偷拍照片的狗仔 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而且我们查到 这次和上一次 买热搜造谣江小姐的人 是同一个人 晚上娱乐 荷花 是 副总 荷花是沈小姐的经纪人 而且这次的事 和宝父同一个人 还真是翅膀硬了 通知人士 暂停他在公司的一切工作 然后送回老宅 那 剩下的人 跟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 行业内全部封杀 然后全力收购暖胜娱乐股权 是 那不小心 江宇阳的小白脸男友 是富士集团的公裁 就公确投资商啊 果然天下乌鸦一把 江小姐 他可是富士总裁 你就给他个名分吧 猜猜这家富士的股票 是斩还是爹 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我没事 副总 这段时间 给富士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很抱歉 这件事公司已经在解决了 热度也已经被压下去了 很快 我会尽快发布声明 告诉大家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这段时间 公司造成的亏空 我也会尽我所能 你不相信我 不是 我 我是觉得 我们之间的关系 的确需要尽快了结 你想做什么我不拦着你 声明要发 但不是现在 至少要等到两天以后 等你见了微审再做决定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 算了 你是傅文身 很傻吧 我做的决定 你是我见过最顺畅的人 你的任何想法 所有决定 我都支持 谢谢你 姜阳 你的声音 好像在 杨阳 你终于醒了 初初 你怎么来了 是副总 专门派人把我接来的 说怕你一个人孤单 你不知道 这几天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 没事 我就是这几天 有点累了 你快看 话题挂了 热度也没了 本来没有见过 这么大的阵势 这次 这次一定是傅家大佬出手了 傅氏亲自下场车热搜 这不更加坐实了网友的推测吗 你啊 就是想太多 现在最重要的 谁下场帮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明天和微神见面 你打算怎么选择 其实我还挺担心的 我不知道 微神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要见面 杨阳 自信点 这次微神的见面会 也许就是为你而来的 我相信他 但我怕因为我 影响他 没关系 反正他又说了 选择请交给你 无论如何 都有我陪着你的 副总 这段时间 都谢你收留我们家杨阳了 李小姐 接下来 就辛苦你替我好好照顾杨阳 我会好好照顾杨阳的 但 不是替你 好 那 接下来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的助理 陆总 看在我过去在陆氏出身的情面上 您就帮帮我吧 陆总 您没挂了 陆总 陆总 老张 这怎么回事 胡华 你怎么还没跑 我走 我凭什么走 暖尚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 少不了花姐 跟你说这几年苦心经营 想赶我走 除非我死 这么多年我听了你多少啊 咋事 这下巧了 碰瓷了 得罪了富文山 谁也救不了你 富文山 不 不是富一泽吗 趁富家的人还没回来 快跑啊 先保命要紧 等过几天 再跑就来不及了 不可能 那个江雨漾 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到时候被抓住 可别来咬我 花姐 花姐 公司要跟我潜约了 公司不管我了 我该怎么办呀 花姐 花姐 我是你耽误入权的花姐 我什么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能不管我呀 花姐 你先回家 放心吧 花姐出去办点事 很快就会回来 你相信花姐 不会抛弃你的 好吧 对对对 不会抛弃你的 你先回家吧 回家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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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管我呀 花姐 江雨漾 当时江雨漾 是他抢走了手于我的一切 是我的 都是我的 我 你也知道我 怎么看我 哇 杨杨 我想这月光想了好久了 来 尝尝 美好的时光不多了 副总 看在你人不错的份上 我就不打扰了 珍惜当下 感觉好点了没 我没什么事了 谢谢你帮我撤了索 那个 我煮了粥 你要不要尝尝 好 副总 明天我就走了 这段时间 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 我们之间就不用说这个了吧 其实 很多时候 我没办法对你有感情 做出回应 感觉挺自责的 我 可能也仅仅是自责 傅恩山 对不起 感受对不起的是我 什么 杨宝 快看新闻 暖胜娱乐 因税务问题被查处 相关账任人 以写款前逃 帝都最大质量负责 正对局采取收购计划 那个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傅恩山 你是不是傻 别人随便撂拨一下 你就死心 他第一股脑 把自己交出去了 吧 早点休息 副总 何花他 他跑了 那就继续找 是 还有副总 沈新柔沈小姐 他好像疯了 知道了 不许是明 这不是你期待已久的吗 要带着最好的精神面貌去见他 初初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觉好难过 难过 你该不会是兴奋过头了吧 没有的事 看一下吧 温生 江小姐 很闷 很闷 像窒息的感觉 天阳 我知道要做出选择 其实很难 但是 你聚习自己的心就好 不要想太多 你对傅恩山 应该 只是愧疚吧 但韵 真的只是愧疚 副总 我们要提前出发吗 再等等 安装保护样样的车队都准备好了 一切准备就行 自可发飞 江小姐已经出发了 吃早餐了吗 还没有 卫生好提心 待会我带你去吃 等等 我 我有点紧张 我们还是活动结束以后再见面吧 走 温生 温生 想不到为什么 你这两年 你这两年 还是这么高 你都有点心思 请问是江小姐和林小姐吗 您是 我是本次线下活动的工作人员 请二位跟我来 现场安排专用通道 卫生给你的安全感觉了 叔叔 你说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遇到他 谁知道呢 说不定卫生 正偷偷看着你呢 副总 这是下午要用的审批文件 谁能想到 CV圈的顶流威神 在参加活动前 还在审批公司文件 看到你了 正难了 太会营造封门了吧 这样 这两年 你吃的挺好啊 不行啊 初初 我心好慌 有什么害怕的 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威神大大的粉丝们 大家上午好 这一刻 我们之所以齐聚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共同的神秘偶像 威神 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 终于要现身了 让我们用最热力的欢呼声 欢迎威神 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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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出现了 月亮 你快看 威神真的出现了 是他 老年来 是谁用声音陪着我的人 一无所知 却笑容以沫的人 这份从事执着 都充满着未知与自我怀疑的感情 只有现在 我终于可以 肯定的向自己证明 你的存在了呢 各位上午好 我是威神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为了我 忽然万里来到这里 我今天之所以安排这次见面会 并不仅仅是想给所有支持威神的人 同时也是想给自己一段 当大两年的感情 做出一段谈 因为我担心这段话如果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 杨杨 我从来都不相信是你的气 因为我们之间所有的交集 都是我虚猛的 什么意思 杨杨是谁 还在追求中吗 为谁恋爱呢 你去哪 怎么回事 抬头看一下左侧的通道入口 快去吧 杨杨 我替你打掩护 谢谢你 楚楚 看到我了吗 傅人生 你怎么也在这 傅人生 他就当神了吧 你怎么在这 到那边去看看 快看看 走走走 傅人生你干什么 放开 是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妈你怎么去 你就只想说这个 让开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 我不想跟骗子说话 让开 放开我 因为我害怕 我怕 一旦说出真心 就会失去你 傅人生 你明明知道 威神对我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你还每天借着 傅人生的身份 刺探我的生活 和我的感情 昨天我还觉得你可怜 真是太 威神就在你边 还有这个女人 你还没见我 你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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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卫神在里面 你卫神在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后台没有保安 周富士 你怎么都给我 展个本事 都溜出去了 怎么办 傅人生 一旦我们被拍到 不仅仅是傅师 你卫神的名字 也要跟着损害的 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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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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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跟你病情像一样 要人就是像一样 太激动了 天哪好像有香气 好天哪 傅总 您来的倒是及时啊 怎么样 艳阳 见到卫神了没有 叔叔 我们回去再说 又掉我胃口 哎呀不行 不说 或是难受 快说嘛 你能别那么自作多情吗 就算你这次帮我 我也会感谢你 你们两个 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游戏是吧 你觉得用两个身份跟我玩很有意思是吧 富人社我告诉你 我将一样不会再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 哎 我没有把这些当游戏 你见过有些玩游戏把自己赔进去的吗 咿 羊羊 可能我心比较大 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结果其实挺好的呀 初初 我在意的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我不在乎他是谁 我只在意他富人生为什么要那样骗我 明明 明明那么多次他有机会告诉我 可他却什么都不说 我也不明白 不过你看 现在舆论已经彻底逆转了 大反转 姜羊羊神秘男友 C微圈顶流为神 他瞒着我 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让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被蒙在鼓里 但他有没有想过我不愿意让他承受这些 我可以一个人承受后果 我想要的 只是可以并肩和他站在一起 也许他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 毕竟这次他为了你 把自己给搭进去 我看他对你啊 不像是假的 两年了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假的 重点是 难道他爱我就可以这样戏耍我吗 羊羊 好了初初 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我想一个人进去 那好吧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有什么不开心的一定要跟我说 喂 喂 喂 傅儿生 你来这儿的吗 羊羊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 很难让人接受 是啊 你当拍电影呢 还大好小不好的 不过 现在不是到今的好司机 快回去吧 李小姐 我其实 是在搬家 搬家 这就是人类的参差吗 原来有钱人追女孩子可以这么好的啊 我要记下来 写尽我的剧本 要是李小姐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了 哎 还为时上早 等真正成为一家人再说吧 我先走了 使劲 加油 阿叔 看你这个样子 对得起你爷爷的信心在美吗 阿叔 你倒敢说 你把杏如送医院对不对 我求你了 让我把杏如带走 他一个人不行的 你还有资格多了到什么时候 那个女人为达目的不择是否 可是不会放他 阿叔 不是这样的 杏如变成这样 都是他的经纪人害的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 阿叔真的 人找到了吗 没用哪儿说 那个女人心狠手辣 杏如在她眼里不过就是一枚棋子 她不会为杏如回来的 李小你想一想 就凭你现在这副样子 就算我把沈杏如交给你 你能保护得了她吗 我保证 阿叔 您只要把杏如给我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打理公司业务 阿叔 我求你了 杏如并不能再拖下去了 阿叔 阿叔 杏如 杏如 该吃药了 滚 我不想看见你 你这个废物 我看你一眼我就觉得恶心 杏如 我是你的乙子哥哥呀 陆乙子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吧 我喜欢的不过是你的富士家族而已 看你一眼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诸葛不如的大蠢货 小姐 你这些都是企划的人 都是那个女人 都是那个女人害你对不对 不 不是花姐 花姐是不会骗我的 花姐是对我最好的人 她是这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她是不会骗我的 对 她是不会骗我的 小姐 cess 豆 recommendations 相信我们跟大家买乗 你 要你 自替 lump 我是你 我是你 大半夜你要干嘛呀 我找到了第一次推荐作品 没兴趣 我说了不想和骗子书彭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 傅先生 你就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是吗 我这个人呢 喜欢发疯 大夜总是弄得很吵 既然您的屈孙住在这儿了 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来测一个照一个 完美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家样样 越来越像一个大明星了 那还不是鱼姐爱我 那行 一会儿你去车上休息 我帮你看照片 看一会儿你先过去 都不想要 和骗子 比如说 为什么 为什么 谁 我这不也是蹭到了 大明星的热情 你不想要你 我不用 不想你這嗎 你先走了 聽什麼事的 江一彥你毀了我的一切 毀了我的一切江一彥我要殺了你 我要殺了你 我要殺了你 放給我 我殺了他 別怕 我要殺了江一彥 我殺了他 有我在沒人扶 你看 以色哥哥給你忙活 以色哥哥 謝謝 江雅 你餓我了我做了晚飯 富文神你有病啊 再發病我報警了 羽羊姐姐 羽羊姐姐 我好害怕 你幫忙我好不好 這誰幹的 他們逼我吃藥 我不肯 我不肯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你能不能幫忙我 他們是誰啊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他們逼我吃藥 我不肯 他們就打我 他們就打我 羽羊姐姐 我知道一切都是我做了 怪你 要怪就怪荷花 你等著我就給你拿藥啊 你坐著吧 你 幹什麼 小羽羊 快去死吧 都是你 我這一切都是白衣作詞 去死吧 啊 你 啊 翻身 你堅持住啊 喂 一二零貓 閉嘴 什么王林对象 别乱造我的绯闻 再说了 那人有几个偶像 不很正常吗 你凭什么替他来指责我 你干嘛 傅文申 对不起 请你一定不要有事 只要你能好好的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傅文申 你醒了 我去喊医生了 杨阳 你想说什么 我听着呢 感觉怎么样 你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呀 你笑什么呀 真的很痛 但是 你要是能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的话 应该挺好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要死了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里你不停的叫我的名字 还说要原谅我 还没决定好要不要原谅你 少做梦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原谅我 傅总 傅总你终于醒了傅总 我这就走 吃不吃啊 哎 你怎么了 你伤口疼啊 谢谢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算 想到被你耍还要为你吃饭 我就来气 别生气 我错 你你不疼啊 我 我在忍着你 喂 问你一个问题 一脸开心的向你炫耀 我和卫神进展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得意 确实有点得意 但更多的是安慰 虽然你讨厌傅文神 但至少 微神找你喜欢 也对 每天跟我互道晚安的微神 给我讲故事的 也是微神 而傅文神 只会像块粘人的泡泡糖一样 跟着我 顺便再刺探刺探 我对微神的态度 对不起 傅文神 微神 当得知你就是你的时候 除了惊讶 我明明感到庆幸 明明很开心 可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成愿呢 江雨啊 其实 早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喜欢上了那个整天 黏着你的人了吧 喂 顾导 江小姐 我才知道 你当初给我介绍的那个微神 原来就是傅总啊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呀 不是 这只是个误会 顾导 这不就赶巧了吗 害我白担心了一场 那个 现在你们俩的CP啊 可是火爆了呀 你看这样 你想想办法 和傅总商量商量 什么时间过来配音啊 这个 现在还没法确定就是 就这么定了啊 周公却下一步进展啊 就得靠你 江小姐 加油啊 我看好你们了 副总 是沈小姐偏小副总出来的 然后又趁机砸晕了草副 偷跑了出来 好在小副总没什么大案 沈小姐那边也已经被抓了 何花那边 罗松姐 哎呦 副总 我相信 我相信江小姐会好好照顾 傅文山 你的伤怎么样了 样样 你骂我吧 像这么骂都可以 或者我陪你一起骂 好了 刚刚顾导给我打电话 说他有心系 想微神配音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想做我男朋友 你还有待口茶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可是女明星 感情的事情不能随便的 我还是男明星 傅文山 真是人怕出名 猪怕壮啊 你是火了就飘了吧 大哥 你也不能仗着我喜欢你就这么欺负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我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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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